股市简报 全世界证券交易员 投资家的专业媒体 股市简报 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 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香港人民币股票买卖计划 在困难时期首次亮相 日经亚洲 香港 香港交易人民币计价股票的新计划 周一在一个困难时期首次亮相 人民币贬值虚弱了 促进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中使用的努力 在新制度下 外国投资者将有机会交易 24家香港上市公司的人民币计价股票 主要是腾讯 阿里巴巴和美团等中国科技公司 然而 预计外国参与将受到人民币 近期贬值 以及与美元挂钩的港元提供的相对稳定的限制 我认为这不会对股市产生迫在眉睫或立竿见影的影响 瑞士百达财富管理 亚洲宏观经济研究主管陈东 Dong Chen 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新的交易计划时表示 在短期内 我实际上不认为这会改变游戏规则 人民币 也称为人民币或人民币 的疲软反映了中国今年在放宽COVID-19限制后经济艰难复苏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 BBOC上周出人意料的降息 希望提振亚洲最大经济体 人民币承受住相当大的压力 道富亚洲全球宏观市场策略师邵玉婷表示 投资者真的已经接受了重新开放的故事 但现在 投资者开始对货币的整体看法变得消极 并开始看到更多的资金外流 新的交易安排被称为港元人民币双柜台模式 被吹捧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 长期以来 北京一直寻求增加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作用 并挑战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官员们还希望这一变化将有助于香港成为人民币交易的离岸中心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 香港财政思思长臣冒波 周三露面时表示 香港有能力提供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 新的交易计划将依靠9家做市商 从中国国际金融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e 等大型中国证券经济公司 到简洁亚洲 Jane Street Asia 等外国交易公司 以消除人民币和港元股票之间的价格差异 然而 有限的离岸人民币池可能会削弱这些做市商在货币之间轻松移动的能力 截至4月底 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总额仅为8330亿元人民币 1161亿美元 而在岸银行存款为224.4万亿元人民币 一家做市商的企业战略主管表示 正在与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官员就人民币流动性进行对话 他表示 他预计这在短期内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他补充说 他也怀疑新的交易计划是否会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端 让全球巨头担心的中国决定 悉尼先驱晨报 在美国 其盟国和中国之间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关于跨国公司如何保护其在中国的业务和投资的讨论很多 现在在这方面有一些重大进展 本月早些时候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投资者之一 西股风险投资巨头红杉资本 Score Capital 宣布计划将其业务剥离 将其中国和印度业务拆分位独立于其核心美国业务的实体 然后 在周末 英国金融时报 报道称 拥有最大外资制药集团 在中国的阿斯利康正在考虑将其中国业务分开 并在香港或上海上市 实际上使其成为中国国内业务 其他跨国公司一直在采取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策略来减少对中国的风险敞口 选择使其生产基地多样化 要么在东南亚 墨西哥或印度建立工厂 要么将活动回流到其母基地 或者将其朋友支援给值得信赖的美国盟友 变革的压力来自美国和中国 美国凭借其地缘政治和军事优势制裁了许多中国科技公司 并对半导体等战略技术的出口实施控制 他敦促其盟友也这样做 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拜登政府还在考虑限制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流动 特别是在被认为对中国的商业和军事融合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 以增强其军事技术和能力 除了威胁对美国公司和其他公司采取报复行动外 中国最近对外国咨询公司的突击检查令外国公司感到不安 此前中国修改了反间谍法 将其扩大到包括任何与其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相关的材料 但没有定义这些材料可能是什么 他还开始处理以前关于中国公司及其经济的开源数据 使外国公司评估国内投资决策的能力大大复杂化 红杉一直是中国重要且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提供者 他是许多最成功的科技公司的主要投资者 他已经投资了其中的一千多家 包括电子商务巨头京东和阿里巴巴 食品配送平台美团和TikTok的母公司为元祖跳动等公司 他已将超过560亿美元US850亿美元的外国资本 其中大部分来自北美投资者引入中国 红杉资本中国将更名为红杉 去年又筹集了90亿美元US在中国投资 中国使该行业的价值蒸发了超过美元US1万亿 以及美国对该行业投资的限制范围不断扩大 这将限制可用于在中国部署的外国资本数量 现有投资者会担心 他们会被中国的任何报复所困 或者他们的投资受到损害 因此 将在中国的投资限制在国内实体内 或者像阿斯利康那样 将其中国利益与集团其他成员隔离开来的想法 意味着这些利益更有可能受到中国当局的善待 同时使其超出美国及其盟国的范围 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制药公司 由于中国人口庞大但老龄化 阿斯利康被认为极具吸引力 阿斯利康不愿放弃或限制其增长潜力 将业务构建为一个拥有自己融资的独立实体 但显然仍由英国母公司控制 将是对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增加的务实回应 当然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 美国和欧洲当局如何应对围栏的概念 中国不想失去外国公司带来的研发 技术和资本 而西方政府正在平衡地缘政治问题和经济野心 2023年对拜登来说不会那么糟糕 2024年经济衰退将会 日本时报 如果经济衰退将在未来12个月内到来 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都表示可能会如此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应该希望经济衰退早点开始 过去三位一届总统 吉尼 卡特 Jimmy Carter 乔治 H.W. Bush 和唐纳德 特朗普 都因经济衰退而失去了连任的希望 但是 在经济衰退中幸存下来的总统名单同样长 米查 尼克松 Richard Nixon 罗纳德 雷根 Ronald Reagan 和乔治 W. Bush 都赢得了连任 前两次都是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区别在于时机 两届总统很早就摆脱了经济衰退 一届总统在选民做出决定时有坏经济消息 这意味着即将开始的短暂衰退 提供在2024年选举日之前反弹的机会可能是民主党人的最佳情况 历史记录表明 与2024年上半年的经济衰退相比 2023年下半年的经济衰退对总统连任前景的损害可能较小 范德比尔特大学研究政治与经济交叉点的拉里 巴特尔斯说 但他也表示 拜登目前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经济方向 美联储周三决定维持利率的经济预测表明 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比以前小 官员对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测中值从0.4%上升到1% 预计2024年和2025年增速将略有回升 债券交易员对利率决定做出了回应 他们预计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增加 典型的现代衰退持续10个月 因此早期短期和浅度衰退将使拜登有时间重新获得经济基础 晚期长期和深度衰退可能会使拜登跻身一届总统之列 这些总统在白宫的时间因不合时宜的衰退而缩短 经济学家在一项调查中的共识显示 未来12个月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65% 高于一年前的31% 同一项调查显示 预计明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温和增长 增长率接近2% 从历史上看 这不温不火 但对民主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受欢迎的轨迹 就拜登而言 他并不承认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 自从我当选以来 他们一直在告诉我 我们将陷入衰退 他今年早些时候表示 拜登周六在费城向工会成员发表的竞选演讲中 吹捧了自大流行经济衰退以来经济取得的进展 并表示有关基础设施 清洁能源和半导体的立法将有助于长期建设 我们过去三年的投资有能力 在未来50年改变这个国家 他说 猜猜谁将成为这种转变的中心 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 Andrew Bates 表示 经济衰退预测在中期选举前一直像民意调查专家的呼吁一样 错误 但在本月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 拜登也承认 美国必须注意风险并防范风险 莱克说 这是正确的语气 在经济对话中 有一段时间他的乐观情绪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情脱节 他说 现在他说 我明白了 这很好 但还不够好 每次经济衰退都是不同的 因此很难知道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将如何以及何时表现出来 标准普尔全球市场财制美国经济联席主管乔尔普拉肯 周普克 表示结合失业和通胀的痛苦指数可能会在2024年11月下降 但仅凭这些数位可能无法反映在选民情绪中 通货膨胀率高的令人无法忍受 失业率低的不可持续 他说 无论我们的职业最终贴上什么标签 这都会让人感觉很糟糕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莱奇恩 Christopher Lassian 建议 选民在中期选举后开始关注总统对经济的管理 这实际上给了总统两年的通行证 让他们从前任那里继承了经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拜登已经处于危险区域 选民是短视的 Lassian说 他们没有看到遥远的过去 但他们确实看得相当远 大约两年前 过渡债券是日本投资者的新宠 日经亚洲 日本航空公司 JAL 发行了1.2%的十年期债券 超额认购了六倍 未购买节能喷气式飞机提供资金 作为其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债券是一种被称谓 过渡债券的ESG债券 用于支持发行人向净零碳排放过渡 2020年至2022年间 日本ESG债券的发行量翻了一番 尽管同期公司债券发行量下降了24% 2023年前五个月 ESG债券占日本发行的非主权债券的26.5% 转型债券被视为能源密集型产业脱炭的必要工具 并得到聚期工业大国的支援 最初 此类债券遭到了冷嘲热讽 但现在被视为发行人和投资者 突出其环境资质的一种方式 过渡债券仍然是一个新兴市场 2022年仅占东亚ESG债券发行量的1.7% 24只港股以美元和人民币开始交易 南华早报 香港和国际投资者已开始使用离岸人民币基金 在香港交易24家上市公司的人民币计价股票 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双柜台模式允许这些公司除了港元柜台外 还拥有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这些公司的股票占香港交易所总价值的35% 占总成交量的40% 最初只有香港或国际投资者可以交易人民币股票 但未来内的投资者将被允许通过南向通进行交易 随着中国加大经济刺激力度 韩国和澳大利亚货币飙升 南华早报 虽然中国的刺激措施未能提振人民币 但韩元和澳元等代理货币在亚太地区的货币排名正在摊升 韩元是2019年第一季度表现最差的货币 但现在将位居第一 而澳元则受到英派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提振 由于中国经济反弹和国家货币政策 人民币仍面临压力 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这是由六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 六度简报的网址是 6dobrief.com 专门面对全球精英 专业人士 hart 儘管 文账 表现 微音� pe Craig 指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